其实不管吸不吸来都好 我觉得都蛮适合 他有耐心 其实都不是很大问题 好 结束创业精锯 只要有原料 有道具 有耐心 吸来都可以在家创业当老板 我也可以创业了 什么 资料出错了 我可以说是 创造手工肥皂老板 老板 老板背后还有老板 到底来者何人 除了卖手工肥皂 我们也有帮助想要往这一行业发展的人 他可以让你将手工肥皂当做一门事业来发展 所以手工肥皂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开始的一个房门 哇哇哇 现在很多打工仔要当老板都很难 不要讲成为老板的老板 更加是难上加难啊 当初你是怎么样开始老板这条路的呢 接触手工肥皂之前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皮肤问题 用了手工肥皂得到很好的改善 这就是我的伙伙 就我们一起开创图手制造这一间公司 其实在马来西亚这块市场 还不是它的很流行 但是在很多外国一些比较先进的发展国家 它都是蛮成熟的在这一块 而且它们一般上都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还有各方面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 既然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还没有开发的时候 这样子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市场 所以就把它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意 带来这个马来西亚去发展 诶 所谓走得快好赛盖 2009年底就开始霸占这个没有人做的手工回照市场了 现在肯定黄金满满哦 对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比较单纯 而且那个模式也算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 也就是生产一块卖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再去经营这个生意 所以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教育 当时的想法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就是不要看它的价钱 要去接受这个东西 教育这一块是跑不掉的 就是你知道它的价值 你知道为什么它值这个价钱 但是在这个一系列的教育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原来它们除了对手工肥皂的用途感兴趣之外 也对它的制造方面感兴趣 所以也就是我们开拓了这一个一系列的护肤品的课程 包括就是肥皂 包括就是lip balm 然后还有的就是lotion护肤品 各方面的personal care的各方面的一些产品 都是用一个比较天然的方式 再去做这一块 哎呀创业做生意最重要是懂得着上 在马来西亚的话 如果是说专业在教手工肥皂 然后全职在教手工肥皂跟天然护肤品 我们算是独家的 特色特雷啊 最怕高色投胎的模式服的 你这样死命教死命教 你不怕最后死翘翘啊 老师我一定会干掉你的 看着吧 放马过来 就人生肖嘛 我也可以啊 手工肥皂如果将它当成是一个 vading gift 在马来西亚来讲是一个蛮新颖的一个idea 就宾客收到的话会有特别的惊喜 自己在学了过后 自己有在家很用心的在研究不同的肥皂配方 来 各位戏袋们 请问你们想不想当老板啊 想 这怎么不想 想都不选手 我就要当老板啊 做小生意 年纪不是问题 老板就是要老才能当的 现在流行在家创业 不管你是老的 小的 有钱的 没有钱的 只要你想当老板 总有一条路的 Auntie也可以当老板的 对对对 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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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蛮新颖的一个idea 就宾客收到的话会有特别的惊喜 因为之前我们还没有真正推出 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帮我很多朋友free sponsor 就是我刚讲 我没有包红包给你啊 我 sponsor肥皂给你 就我免费给他们每一个宾客 这样通过这个方式 其实有达到一定的宣传效果 就是有些宾客他们用了 他们打电话跟我朋友订肥皂 真是 欲创业于结婚 要创业的新娘子们 你们就要记得这一个绝招了 可是呢 凭这样就能起家做生意 到底行不行啊 你们之前累人才做的肥皂 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是我最新做的这个月饼肥皂 可爱大方哦 就宾菜里面有不同的那种成分 就适合全家人用 艾伦基本上是蛮用功 蛮勤劳的一个学生 他自己在学了过后 自己有在家很用心的在研究不同的肥皂配方 自己试自己做的肥皂 跟卖给身边的朋友 所以这一块的话 他是做到蛮好的 卖给身边的肥皂配方 哇 我当然有我自己独门配方啊 这个系列是丝瓜罩 好看吗好看吗 丝瓜有去角质去死皮的功能 而且一些人很容易有静电的 他可以帮助你去静电 而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独门的茶树精油的皂 不过除了茶树精油 我还有放一些特别的必方 所以用了效果也特别好 再加上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竹炭的肥皂 竹炭亚奶的肥皂 这个是我的干草皂 也是特别好 顾客用了都会回来了 还有我的竹炭皂 还有我的阳干菊皂 还有一种是冰皂 这个冰皂是有加了不同的精油 当初一开始创这个肥皂的时候 拿给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男性朋友试的时候 都吓他们一跳 因为试了 有些地 有些部位会特别冰冷 不同的精油做成的肥皂 基本上如果是马来西亚热带气候 特别适合用这一块肥皂 你冲凉过后可以等于是在A官 昨晚你偷我的肥皂 没有啊 基本上冰皂是可以让你有特别冰凉 清爽的感觉 做生意呢 不是讲大胆创意就逮塞的 最重要是 有没有人愿意买你用心创造出来的产品 如果连最精打细算的 Uncle Auntie都愿意买的话 这门生意就肯定有得做了 当时也是有去上 三万块的网络行销课程 但是上了过后也不知道 网络行销课程其实对我的这个生意来说 可以是一个很一把很利的刀 这种刀呢还是这种刀呢 嗯我要想一下待会回来再告诉你 我们开创这间公司到目前为止 我们主要营业就是在教育 跟我们有提供全部的制造手工肥皂 或者是天然后肥皂的原料 可以用一些keyword的方式 人家在搜寻你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找到你 学生已经学会制造肥皂了 而且他们可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独门配方 每个学生都可以做到 营业目标是佛东站来讲就是一个 今年的目标应该会去到一个50万左右 50万多 所以基本上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嗯 基本上公司以前的收入是没有这样稳定到现在 本来就从本来是没有工钱到现在是有工钱了哦 嗯 生意做得不错哦 那我要用多少钱来创业呢 你有几百块的话你要也可以做老板 所以你可以准备最简单的就是橄榄油 椰子油 棕榈油 再加上一套最基础的人制造的工具 就是嗯 包括打蛋器 嗯 锅蛋的 温度计 跟嗯 这个不需要 啊 汤匙 还有一个铁杯 这一个都是算一个冷制造的一个工具 所以包括原料或大概是要整两三百块 你可以开始你的冷制造的生意 只不过这个肥皂是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熟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时间成本 如果你要快的话 有另外一个方式你可以从半成品做起 我们有卖半成品就是半成品就是我们所谓的造机 我们造机有不同等级 有二十多块到百多块都有 精油有从十块钱到百多块 所以看你要用什么类型的精油 跟你要加什么原料在你的肥皂里面 嗯 做老板就是这样容易啊 哇哇哇 我们开创这间公司到目前为止 我们 主要营业就是在教育 跟我们有提供全部的制造手工肥皂 或者是天然护肤品的原料 所以学生或者那些跟着我们的那些小老板们 他们可以跟我们拿原料 可以再提给自己的学生们 哦 原来如此 一边教学 一边卖手工肥皂的原料 所谓一家天一两家折 这样都给你找到手工肥皂的另外一片天空 对吗 现在我们不是做手工肥皂 我们做我们的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护唇膏 这个是化妆器的米辣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五克 呃 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都是进口 而且是需要大量进口 所以我们进口大的包装 过后我们再重新包成小包装 卖成卖给顾客 所以学生在做护肤品或者手工肥皂 不用担心啊 买不到这些原料 除了要等它的温度降一点了 我们才放一个精油 放了精油下去啊 才可以算是成品 诶 听说你之前上过一个万多块的网络行销课程哦 到底这个一万块的课程有什么创业秘诀呢 online marketing它其实是很广的一个层面 如果你会应用它的话 其实这是一把很有力的刀 顾客找的关键词 你需要知道这个关键词是因为只有你知道顾客找什么 你才能提供到顾客要的东西 当你知道这个关键词 你将这个关键词很常应用在你的流 人家在搜寻你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你 比起顾客用这些工具的人 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东西 他可能写了1000篇文章 而你只写了10篇文章 各位有心上网卖回照的人妻还有西来门 成功就不是必然的 记得要善用网络的关键词服务啦 这样就能达到宣传自己的作用啦 可是哦 你不怕你教到天下的人都会做手工回照 然后每个人都在自己家做 那就够了啦 不需要跟你买了啦 那你吃谷种啊 学生已经学会制造肥皂了啦 所以他们可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独门配方 每个学生都可以做到 越来越多人在做手工肥皂 他可能到达一个饱和度 不过除了手工肥皂 如果你有其他产品的话 这样又另外一个说法 制造不同的护肤品 那你自己会做的护肤品就整百多样这样 如果跟只会做一个产品的比较 那你的那个油 你的油市就在那边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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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好格和创业金剧 产品多样化 读家秘方不怕 увидеть市场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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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d 360-ныхVL Regular Dchill fair 我变我变我变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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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感谢观看